中華職棒三十年例行賽正式落幕 進行了一整個球季的拳雷打王爭奪戰也畫下句點 藍米哥桃園的朱玉賢在例行賽的最後兩場比賽都有開轟演出 一舉達標三十轟的紀錄 不但保住了拳雷打王的寶座 也讓他在準備總冠軍戰的過程中更有信心 其實沒有想那麼多啦 其實現在就是想辦法趕快把狀況調整回來 因為後面的仗會越來越難打 一樣全力去做 然後把自己的狀況趕快調整回來 然後幫助球隊 諸葛強拉尾盤守住拳雷打王的寶座 而他們在總冠軍戰的對手中心兄弟 則是有詹子嫻 林志勝與張志豪三名球員敲出二十六發拳雷打 不過蜘蛛號表示 比起個人的拳雷打數字還是有更重要的事 個人的成績而已 有沒有幫助到這個球隊才是重點 如果我打了二十五是拳雷打 打了四十四拳雷打我球隊最後一名 我想那個人應該也開心不起來 我做好我自己的工作 我才會有這樣的成績 然後才來帶動這個球隊的那個成績 才會一個一個這樣接下去 做好自己的本分 在場上拿出好表現 隊友之間自然能夠互相激勵 中心兄弟跟蘭米戈桃園的團隊全力打數 分別是一百四十八支跟一百六十五支 排在聯盟的前兩名 確實打出團隊戰力 兩支重炮部隊將要在總冠軍戰正面交鋒 一發又一發的煙火秀 絕對是不可錯過的觀戰焦點 未來體育新聞梁維毅 李優謙 裁判報道 提示獲全球隊東 功吉 脫 不